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是說 要你製作一個電動汽車 這個多用途的電動汽車 裡面可以利用柴油也可以利用電汽 等於是電動汽車 要你做一台電動汽車 這個電動汽車質量有1200公斤 現在很幸福 有網路 用通通就叫Google給你歡迎 然後這個電池 電池的話 它的電壓是等於360V 然後它的電池最大的輸出電流 是等於180A 現在他說 你要讓這個電動汽車 能夠在 你要指定一個坡度 這個坡度的話 要在 電動汽車能夠在上面 以速度多少呢 60公里 每小時 時速60公里 在那邊什麼呢 在那邊跑 然後不需要其他的柴油來幫他 這樣子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那問說 這個坡度的話 是等於多少 就是說 你要讓它在這個坡度上面 以60公里 每小時 這樣行駛 好 那現在的話 它是在上面等速行駛 等速行駛的話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這個電池 輸出的功率 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 重力 給它消耗的功率 我們假設 這個地面 沒有什麼呢 沒有損失 地面沒有損失 地面沒有損失能量 在很理想的狀況底下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什麼呢 電池輸出功率 電池輸出功率 就是IV 加多少呢 加這個 外圍力 就是重力消耗的功率 加F 對著這個V 這個會等於0 好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算出什麼呢 算出這個斜角 這個等於多少 這是等於 Mg F就是Mg 重力 這Mg 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速度V 乘以多少呢 乘以他們之間 Cos Sida 他們之間的夾角 他們之間的夾角是哪個夾呢 是這個夾 這個夾 這個夾的話 等於 如果這個叫Sida的話 那這個夾究竟呢 就是90度加Sida 這個Cos 90度 加S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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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Cos 90度加Sida 是等於 乎的Sida 好 那這樣我就曉得 這個Sida 等於多少 我把它移過來 移過來 這個變正的 所以Sida 等於多少呢 等於Mg V分之IV 好 這個 I的話是180 乘以V V的話是360 除以M M的話是1200 再乘以Z是9.8 速率是多少 60公里每小時的話 60 一公里是1000公尺 一小時是3600秒 啊 約掉 兩個 6636 6636 666 所以 6100 就是3分之50 這個是3分之50 3分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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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我們把它算一算 算一算的話 就多少呢 這兩個0就沒有了 然後呢 這個是 就是 一把 是8乘以3 乘以36 這個是12 乘以 9.8 乘以50 好,我記得這算一算大概是0.33 我們再算一次看是不是0.33 18乘以3乘以36 等於1944 1944 除以多少 12乘以這個9.8 再乘以50 這是5880 5880 1944除以5880 等於0.3306 所以約0.3306就約等於0.33 我有去上網查波數它的定義 波度的話就是斜率 波度的話像是天見系大 但事實上的話我們量波度的時候 有時候這個長度沒辦法量 量不到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長度 代替這個水平的這個長度 所以算系大也可以代表波度 我本來應該是這個除以這個 是波度 那現在這個除以這個也算是波度了 所以答案就這個 答案就0.33 麻煩了 好